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这是国民党落选的立法委员 那么可能这是怎么可以入阁 那么民进党立法委员又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们来看这则报道 高举双手感谢选民姚文智成功突围 在一片蓝海中插下绿旗 拿下台北市市林大同区 如果长期被一党垄断 不管它垄断是来自于庞大的党场 或者是意识形态 对这个城市的发展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好在我攻破了台北第一席 那么这一席未来应该是民进党的一个看头报 其实大同区一直是绿营大票仓 姚文智原本可挟着基本盘轻松过关 但周首逊是蓝营强敌 有执政优势 两人选情持续胶着 最后姚文智以一句四年都不见 选前才出现的口号 成功削弱对手的服务精神 同样被视为一级战区的 还有台北市中山松山区 罗书磊以十一万八千多票 大赢对手简余燕将近三万票 王朝顺车队一大早出发 就在大街小巷忙着谢票 国民党黄昭顺完成了七连霸 保住了蓝营在高雄 唯一连任的一席 不过黄昭顺才赢对手五千四百多票 这一仗打得并不轻松 传统左南地区被视为蓝营铁票 难道已经动摇 我不认为是这样子 你钢山也有铁票区 凤山也有铁票区 黄昭顺将原因归咎 高雄市长陈菊滥用行政资源辅选 才导致他小胜 民进党林一荣担任两任的市议员 挑战政坛老将才小输五千多票 虽败游荣 林一荣接受失败 展开谢票 也认为民进党在蓝营的铁票区 还有再开发的空间 选举结束 但选战却还没打完 嘉义先立委候选人蔡逸宇 以八百多票之差落败 不满对手翁重军买票 在当选公告公布这一天 到地检署提出当选无效之诉 翁重军它是组织性计划性的全面买票 我用一组的一个跟监人员 就查到了超过十个案子 目前有六个案子 在地检署都已经成案 所以包括我相信 检咬翁重军买票是因为蔡逸宇阵营跟监 搜集到翁重军买票的证据 等不到检方提当选无效的诉讼 蔡逸宇自己来告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提出当选无效之外 我们也同时告知检察官 我们已经起诉了 并请求检察官应该要 秉持他法律人的一个良知 应该来参加我们这场诉讼 终结尾宣 民族宪明 终结尾宣 民族宪明 写战离开地检署 现在实现是中华民国101年 民众在地检署前大声抗议 警方举牌警告已经违法 双方相互僵持 最后再提告完成之后人潮散去 选举结束 但官司还有得打 三地新闻朱崇之 SNC小组嘉义报道 好 各位党的老宋的立法委员 可以去当官 那民进党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场有两位 一个是蔡逸宇 一个是赖燕雪 我们先看蔡逸宇这一区 翁崇军 73481票 50.31 蔡逸宇拿到49.69 两个差距多少 不到一个百分点 蔡逸宇的票数是 72586票 警察蔡律师落选怎么办 然后我们看看 在包括了几个区域里头 来 还有赖燕雪 南投县的第二选区 他面对的是林明珍 林明珍拿下多少 7908票 赖燕雪 这个 66447票 45.68 就是一个民进党在这个地方 算是一个得票率创新高 林明珍有54.32 落选的怎么办 还有高票落选的 不只是这两位 当然蔡逸宇这个官司还不知道 不一定是在动算 很难说 我们看到高票落选了 来看桃园县的第一选区 国民党陈庚德有10万多票 郑文燦多数 8万2千多票 高票落选 廖正景的桃园的第二选区 他9万2千多票 现任的立法院郭荣中多少 9万1千多票 同样差多少 不到1千票 陈学胜在桃园第三选区 他9万7千多票 现任的黄人数多少 7万2千多票 徐欣营有17万票 彭绍景这个地方拿到10万票 拿到10万票 就算了 彭绍景的 吕学章在新竹的这一个选区 他拿到12万张票 张学顺拿到多少 9万5千多票 还是落选了 我们继续来看 还有几个选区 严青标 台中市的一个第二选区 他当选了 11万8千多票 民进党的李顺良多少 7万9千多票 选的其实也不错 卢秀燕在台中市第五选区 有12万9千多票 来看民进党的谢明媛 9万1千多票 还有蔡锦隆 蔡锦隆国民党候选人 拿下10万多票 台中市的这个选区里头 张廖万坚拿下多少 9万2千多票 非常非常多 张家俊 云林县的第一选区 9万0811票 民进党提名的李静勇多少 8万9千多票 差多少 差不多 1千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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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除此之外 我不知道民进党 怎么面对这些庞大的选民 这几个 这几个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选区里头 几乎都呈现 民进党其实选得不错 但是最后是落选的情形 这个地方我请教的是加隆兄 你来看到郭平洞 是这样子安排自己的落选的立法委员 那么相对在民进党方面 我不知道说你这次的选举 因为有人说 有人认为说 是说你的娘家给你很大的奥元 事实上你长期也是有很大的资源 不过事实上显示并不是如此 那么加隆兄的一个成功 他也曾经败选过 有人认为他长期七年的经营 的确在地方奏效的 可是你要面对很残酷的事实 你面对的是一个国民党 这个竞选环境当中充满了不公平 选后还可以延览入阁 我相信各位包括蔡玉宇跟赖燕雪 可能很多人在算金钱拿房子去点压去借钱 到现在可能还负债累累 来你作何感想加隆兄 其实作为民进党的候选人都有那种自己要独当一面的心理准备 但是这次选举尤其是民进党找了一些刺客 有一些还有欠债 还有官司缠身 所以我认为党中央包括蔡主席 他其实都应该帮忙这些人 第一个要关怀 再来官司要由党来承担一切的费用 然后尽可能帮这些 这个当刺客的人落选 还负债的来解决债务 至少要表达情意上的诚意 有可能选举花很多钱最无 我们的补助款 党的票或者是总统候选人 有相当多的补助款 是不是可以拿一些来表达情意相提 我认为这是人情利利 这是基本 再来我要特别强调你刚刚给我一个机会 我在台中的七年 惨淡经营多么辛苦 很多人以为我太太跟其没有关系 这个是我的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我这七年来 齐美集团没有支持我一块钱 其实我的岳障是不希望我从政跟选举 我走得非常辛苦 我就是秉持一个原则 我有故事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那么我也不会去影响齐美 齐美也不要成为我的包袱 这个就是我从政就要靠自己 就是在这七年内 我用的人 我有好几百个绿色蒲公英的志工 定理就知道去参加我的主训 我会对秀的选举说我出去走路都整百人 我是怎么开手 那些志工出来开路 那都不用钱的 他够你怎么知道 为什么 那他们自己都是志工 他们都是觉得他们是人民做主 他们很惊慌 记得说他们有拿我的钱 再来我是说其实在地方上的募款非常的辛苦 那其实是小额的募款 那么因为我们如果真的花大钱去选举 我们欠这个人情债 我们也还不了 到时候执政之后也会有包袱 你如果花自己的钱 你一定是要贪污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就要走新政治 我们取之于社会用之社会 不要去想要接受大财团的一个金源 那个会是一个包袱 再来我要特别讲的就是说 其实产弹经营 是非常心酸的一个过程 我七年来 我没有公职的时候 连那个工纪链链链 我有时候排在里长后面 那是立委议委员里长手腕队 白白了 前新闻局长林佳龙 替你工纪 你会心酸 但是就是要经历过这种过程之后 你才会回大人 所以我认为说这一次的选举 民进党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 那这个过程呢 你的收入是什么 我的收入 我的收入就是 我自己当一个教授 有人说你还有固定的收入 可是事实上 只有一两年的时间 兼任教授 对 我就是担任兼任的教授 兼任教授 一个礼拜一天是不是 一个礼拜两次课 两次课 那当然我自己 一个月可以有多少收入 一个月就是三万块而已 那很辛苦 但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 其实在民进党落寻 没有两种 一种是次课 我们要给人家温暖跟支持 另外一种是砂糖老将 那些人在最后 这一个上场 为民进党打这一场 民进党的整个 未来这些 在单一选区里面 就像十项全能比赛 你个人的条件 你的组织 你的文宣 你的政见 还有所有的你的资源 一样比一样 积分总分加总才等于这个选票 所以我们不要再想靠一个人的英雄 或临时空降 我们一定要提早栽培人才 然后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至少我们有一些党值是义务值的 有一些职称 说直接的 让他去黏香跟他说一下 也会可以 不要说 摆得真是都走着了 你黏香的时候 真是都没人了 那实在是很完蛋 另外一个我要特别强的就是说 其实这一次还包括有一些 像何博文 罗智正 其实这些人选得都非常好 还好在台北的近郊 我们一定要鼓励这些人继续在地经营 那我们就还要 我们把这两组人比较 跟苏靖兵 郑立文 陈以珍拿出来比 我们每年来比 谁真正在地经营 在地经营很简单 你不怕在那里 念一下何博文的票数好不好 何博文是十万七千八百二十一票 何博文多少呢 九万零一百二十五票 差一万 虽败有容 这个选区是超级艰困的选区 因为我都选到这样 我觉得民进党要颁一个奖牌给他 好 公在民进党 我跟你说 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所以我在这里也是 罗智政是新北市第七选区 江慧珍七万三千六百八十六票 江慧珍 罗智政多少 也过七万 我要补充一点 七万一千两百零七票 差多少呢 两千 两千票 其实罗智政本来会赢的 为什么国民党 其实司法机关都很多指示说 选程都不要办 反正是国民党 结果这个办的 办了之后 那个票都跑到江慧珍那边去 所以罗智政完全是因为 国民党选择性的抓费选 我想等一下我有比较充分的时间 让这个人权律师蔡逸宇 跟燕雪来跟我们谈谈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加入民进党 看起来 选前也没有什么资源 还被司法上可能某种程度打压 国民党有党产 那么很多候选选前 的确拿到了一笔资金来赞助 选后还可以当官 坐领高薪 我先请教的是郑隆兄 那为什么这些人要加入民进党 这是什么样的价值观 过去少年都去跟国民党就好 不是这样子吗 没有价值观 大概不会加入民进党 加入民进党真的很辛苦 我是像嘉隆兄来说 我们把林嘉隆跟江启臣做比较 其实两个学历差不多 江启臣还拿到国民党的中山奖学金 去念的 然后你看回来以后 江启臣 你看一路就这样安排 然后你看 新闻局长让他一个曝光的机会 然后回去那边有个派系可以拱他 这是现在的现象吗 我讲老一辈的来说 我们就拿讨厌线来说 一个吴伯雄 一个许信良 一个黄祖文 这三个 在他们这个年轻的时候 都是小酒盆 上酒家也是一起的 可是你看吴伯雄228受难家属 他选择国民党 背弃了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一路 党外当时在推动 比如说这样推动主党 甚至要要求三通的时候 他永远站在那个 主党自由民主化的一个面 三通他是批评 他是怎么样 共产党会过来 会被共产党董占 可是现在最常跑中国大陆是谁 吴伯雄 然后整个推动民主化的你看 像许信良 原来他是国民党中山奖学金出去的 然后 后来选择党外的路线 你看黄祖文 原来也是国民党的人 后来 后来就是集市会以后 后来退出国民党 然后呢 他也是在国民党里面的时候 还主张全面国会改选 得罪了什么 得罪了国民党里面那些中国 那些人就不容许你这些人 他要的是什么 要像吴伯雄这种奴才 他才能够 这种人才能够辉煌腾达 所以我们这台湾社会 你要看看 你现在可以选总统了 你现在可以选一个 百分之百从台湾地区 选出来的一个国会了 这些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些都是以前的人 以前那些党外 然后民主党 民进党这样一路这样推动下来的 可是我们社会 对他们是怎么样 我们社会对他们的是 他只要有一点点问题的时候 你就整个扩大 甚至于 你刚才说的 去念香 讲一下去念香 你排在里长后面 我们社会是对这样的 这样的年轻人 用这种态度来背待他 所以当 这个选举输赢 哪一党输赢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们台湾人 是不是 你应该 你要想一想 谁是推动我们整个台湾社会 走向民主 走向自由 甚至于为了 在捍卫主权的这些人 然后你看看国民党那些人 你说江启臣 有什么贡献 对我们社会有什么贡献 把他捧成像个明星 对不对 然后呢 派系的票 党的资源 全部集中在这样的一个人 去拱这样的明星 你说苏俊斌 对台湾社会有什么贡献 可是呢 他就是为了栽培这样的人 所以呢 他就全部的资源 就拱到那边去 那可是相对没有资源的 民进党这些人 靠着是什么 如果我们社会 不去栽培这样的人 我们社会将来怎么可能 有人还要去主张要改革呢 要进步呢 所以啊 像是蔡宇律师跟赖燕雪 甚至像罗智政 庄硕汉 当他们拿下极高的票数 甚至在他的选区当中 写下新的记录同时 明天中央怎么面对这些人呢 让这些人继续去流浪吗 还是说现在忙着抢 党主席的位子 跟立院党团的三长呢 休息片刻我们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